限制什麼?使用者能夠輸入的長度 比如說生日的話 大概最多就是假設我今天是 西元年好了 一般都輸入西元年 西元年最多就是年月日 再加兩個斜線 最多一定是只有什麼? 年月日 四個月的話最多兩個兩個 八個再加兩個斜線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最多只有十個字 那你不可能有十一個 所以會有限制 所以你要限制它最多十個字的話 記得你可以點這個文字欄位 然後往下拉 拉到哪裡? 拉到下面它有個屬性 這個屬性就會有一個 什麼呢?最多幾個字的一個屬性 有沒有 這個 max lex 你就是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是 把它輸入多少 預設是0 就是它沒有限制 0是沒有限制 你就輸入10 enter 這個時候的話 你把它執行過 將來呢 執行的時候 記得點這邊一下 點表單再執行 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輸入生日 假如你輸入一個正確的生日 生日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要再多打一碼的時候 它不能讓你輸入了 最多就十個字了 十個字以後就不會了 ok 那這個是限制它的長度 第二個 電信業者 因為最多兩個字 所以你也是一樣的方法 把它這個屬性 改成2就可以了 然後下面這個改成3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比較相對的 就比較不容易錯 你也不用去除錯了 ok 盡量如果能夠在 還沒有這個 輸入 就是輸入的資料就正確 你就不用去管說 到底它輸入對還是錯 好 第一個 就是這個屬性都可以變更 那姓名的話長度 這恐怕因為姓名最多幾個字呢 那你就自己再check一下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 如果當我這個表單啟動的時候 那我希望現在啟動的時候 比如說油標放在這個 然後啟動它 這個地方下拉清單沒有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放下拉清單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牽涉到幾個點 第一個 你要給它什麼名稱 它原來的名稱叫做name 那你這個name的部分 原來叫combo box1 不過我的習慣這樣 這個名稱太長了 我習慣把它縮短 也許叫cb好了 combo box簡稱叫cb 那如果第一個的話就01 那它這個以後就叫cb01 ok 那個名稱你定義 你要記得 你不要亂 記得 你就 如果忘記的話 你就沒辦法去新增它了 那其他的也是一樣 將來會用到這個 那它叫做testbox1 太長了 我都差不多把它縮短 txt好了 txt01 然後這個的話就叫txt02 就依次類推好了 0102 當然你加了0102的那個名稱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比較有意義的名稱 那依次類推 反正將來呢 我就由上到下 我就大概知道說哪一個是哪一個 這樣就ok了 記得改個名稱你要記得 而且將來呢 在使用上面不要輸入錯誤 那這個button的話呢 我直接 它叫commend button1 太長了 乾脆叫b01好了 第一個button ok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重新命名 剛剛是長度限制 第二個是名稱重新命名 那這一個叫cb01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當我啟動的時候 什麼啟動 表單啟動 所以呢 這邊就牽涉到一個叫事件 什麼叫事件 就是說當表單啟動 所以你在表單上點兩下 它會跳出一個事件 不過呢 這個事件一定是表單 user phone有沒有 但是點它一下的話 是變click 可是我不是click 不是當click的時候 它就加下拉清單啊 而是什麼呢 而是當這個表單呢 被啟動的時候 那啟動記得是第一個 activator 所以你就把那個click改成activator 它就會自動幫你 有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就是當表單啟動的時候呢 這個底下這個可以刪掉 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新增 把這個字放大一下 好像這樣看起來好像 其實預設其實都應該把它改 改成12號好了 OK好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我就是把那個表單裡面放什麼 AB 就是放那個字型A 就寫型AO 然後AB 那這個地方怎麼寫這個程式 其實非常簡單 CB01有沒有 點 如果你點下去的時候呢 你有看到有一個清單出來 那表示你的表單裡面有這個元件的存在 OK 所以你 不過特別說你要重新命名 你要有命名 否則的話 或者你名稱要跟我一樣 不然的話你CB01 點 奇怪怎麼沒有東西啊 那表示你名稱應該是跟我的不同了 那裡面有個方法叫add item add item後面告訴他說 我要新增一個雪形叫A型 然後一樣的方法 因為會有四個嘛 所以你就把它Copy一下 兩個三個四個 對不對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B 改成O 改成AB 好程式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你把它執行 這邊上面有個執行對不對 執行 Elevate的時候呢 你就直接加進來 那所謂Elevate就是它啟動的時候 OK 第一個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要新增 新增怎麼做呢 一樣 因為剛剛我們有給它重新命名 所以當我 按下新增的時候 表示我已經都輸入完畢了 然後呢 我要輸入到哪裡呢 輸入到 這一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再下一列 所以加1 那程式怎麼寫呢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完成剛剛的動作 第一個 長度 記得是這一個屬性 這個Mass Lex 這一個 這個屬性 OK 把它改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重新命名 我剛剛有重新命名的這一些 所以可能各位要稍微記一下 盡量跟我取一樣的名稱 這個叫TST-01-02-03-04-05 那這個叫CB-01 這個叫B-01 前面這個Label不用動 因為程式將來用不到 它只是做裝飾的 沒有用到 那等一下再來看就是說 如何按下新增 當使用者填完之後 也可以自動產生一個新的列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OK OK